年假六天你是不是坐席也变得不太正常 大部分时间都躺在沙发上或是坐着打牌 这么多天没有动一动身体难免僵硬酸痛 港都新闻找到副健师 叫大家简单的几个动作就可以洗脑又收心 现在就站起来跟着我们动一动吧 连续放了好几天假天天睡到自然醒 这么多天没有动一动身体难免变得僵硬酸痛 就怕开弓还是烂洋洋 甚至感觉气色变差 别担心想要提振精神 第一步跟着副健师这样做 那这个时候我们深深地吸一口气 好 吐气 然后收一下下巴 一下 我们讲说经常一寸然后年增一碎 其实拉筋这个动作本身就是长寿操的一种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应用在我们收心操的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配合呼吸的方式 因为深呼吸有助于放松跟帮助协助我们动作 跟我们工作上的专注度这样 想要赶走收架正后群第一招 双手平举往上伸展 下巴往内缩 拉松放架长时间固定姿势造成的酸痛与不适 第二步配合腹部呼吸 肩膀往上提起 加强血液循环 上半步动作完成 接着下半身的肌耐力也要找回来 双手平举单脚抬高 停留5秒 一组10次 活络筋骨 精神自然跟着来 三个回合 然后10秒钟 加起来就30分 30秒了 那这个30秒的时间 就是刚好可以符合我们 让我们把这个肌腱跟这些软组织 延长了这个时间的秒数 就刚刚好 开工收心 除了身体要动 饮食也要健康 领养师教授剩余年菜处理妙招 过年后家里会剩很多的鱼跟肉 那我会建议民众 尽量把它裁切成每一餐的用量就好 然后分次去动 那我们每一餐就取我们家里适用的量 但是要记住 一定要增加蔬菜的比例 饼干跟坚果类的部分 一定也是要采取分次 一次量不要太多的一个方式 慢慢把它食用完毕 身体动一动 暖和又放松 三餐少肉多蔬果 健康没负担 年后收心步骤 简单跟着做 体力专注力滚滚来 港督新闻李嘉隆罗绍军 采访报道